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很多人经常会羡慕演艺圈中明星的富裕生活,殊不知太多明星曾经的经历都是磨难重重,而之所以会进入演艺圈,也是因为生活所迫。 后来他们也都凭借演艺圈翻身了,不但帮助家庭度过经济危机,对于自己而言,更是收获了爆红人气和社会地位。 台湾著名女演员叶佳瑜便是其中一位。 1981年11月30日,本名白甜的叶佳瑜出生于中国台湾,妹妹是民事艺人白佳琪。 28岁的叶佳瑜属于上位中的新生代,她在《易南望》里演蔡志英,在《爱》里演颂怡婷,都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 其实在演那部作品的时候,也让她尝到了有钱人家千金小姐的滋味,也正是这样的角色,让她真正地喜欢上了演艺事业。 因为可以饰演不同的角色来尝试人生,否则自己活得没有一点意义。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从小到大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日子。 现实生活中的她和剧中的角色恰恰相反。 她还透露,爸爸因为心脏不好,在她念中学时便失去工作,为了让三个弟妹继续念书,所以她没有升高中,而是踏入社会工作。 为了筹医药费赚钱养家,叶佳瑜的父母到处借债,又因无法还债,全家经常搬迁。 这样游牧般的生活,让叶佳瑜从小就经历人情冷暖。 叶佳瑜自扛起家计,就要面对全家五十万新元的房贷压力。 她本来不会讲台语,但因为台语俱当道,演出的机会较多,她硬着头皮,一字一句学起,才有今天的成绩。 叶佳瑜当一人钱收入不多,所以债务还了好久都没还清,她说短期内是一定还不完的。 有记者问她怎么看待这样欠债的日子,她颇有感触地说, 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有债要还,不要逃避,只要你肯做,老天是会照顾你的。 叶佳瑜给自己买过的最贵礼物,是一辆两万多新元的车子。 她说这是因为工作需要而买,但也花了两年才分期付款还清。 她曾在剧作《爱里》剃光过头,因为剧情安排她饰演的角色泥患骨癌。 她在演戏之前还特别在家收看日剧《一公生的眼泪》,观摩学习患癌女主角的演技。 叶佳瑜正是因为当年拍摄了电视剧《一难忘》之后,就开始大红大紫了。 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叶佳瑜遇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真爱。 只是可惜的是,叶佳瑜白白浪费了六年的青春,最后已分手高中。 第一段感情中的男主是演员安定亚。 叶佳瑜和安定亚两个人是因拍明视《一难忘节》的缘,以后便开始热恋。 但在两人的恋情曝光后,却又有媒体爆出,安定亚曾经多次带不同的女人去汽车女馆,还被误认为贺军祥。 除此之外,安定亚拍戏迟到,性格孤僻,与人常常打架等等负面传闻也是接连爆出。 随着舆论越来越无法控制,安定亚从此遭八点档本土剧出名。 而反观叶佳瑜,明视八点档几乎荡荡都有他,期间还和赵俊亚搭档拍偶像剧《爱让我们在一起》,俨然是明视重点花旦之一。 过了几年后,安定亚转往内地接拍电视剧,期间他和叶佳瑜居少离多,但感情仍不错。 安定亚在上海拍戏的时候,叶佳瑜还去探过班,但后来叶佳瑜忽然以希望发展事业为由提出了分手。 对于叶佳瑜的突然决定,安定亚表示无法接受,更搞不清楚事情的原味。 事后曾打过一百多通电话,想挽回这段感情,但叶佳瑜总是拒绝。 据悉,安定亚还送过iPhone4手机,听说也被叶佳瑜摔烂,之后的她因伤情食不下咽,原本82公斤,一度掉到70公斤,身形瘦弱,情绪更是低迷。 但后来终于想通的安定亚还说,我相信她是为我好,现在应该是要努力的时候,不应该被感情牵判。 有媒体报道,其实安定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叶佳瑜之所以要跟她分手,完全是因为安定亚独自在上海期间,仍未改花心本色,时常约不同的女性一起吃饭。 甚至还有媒体拍到一起进入酒店的照片,正是因为接到这些不雅消息,才使得叶佳瑜提出了分手。 不过人生总要遇到几个渣男,才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谁。 直到2011年的时候,陈宇峰和叶佳瑜在明世八点档《赋予子》中演了一对夫妻。 戏开拍没多久,二人既传交往,当时陈宇峰仅称有好感,但实际上二人正在热恋,还被拍到去挑婚姐。 媒体一度传出两人已经选好日子,准备结婚了。 有次陈宇峰参与某综艺节目,她坦言和叶佳瑜交往中,但否认挑婚姐,而是圣诞节礼物。 巧的是叶佳瑜妹妹白佳琪,也曾在戏中和未来姐夫陈宇峰凑对。 戏里戏外姐妹贡义夫,她也大赞陈宇峰是很棒的男人。 还有媒体传出,叶佳瑜已经怀孕的消息,再度引起热议。 而她当时的男友陈宇峰表示,叶佳瑜是因拍戏太累,暂时休息,对于怀孕一事,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二人的恋情算是坐实了。 叶佳瑜陈宇峰夫妻后来还一起上过综艺节目,在节目中透露, 当年两人交往时并没受到祝福。 叶佳瑜当年是名士力捧花旦,而陈宇峰则是刚从歌手转演员,一度被酸是高攀。 很多人还误以为她的后台很硬,怀疑她爸是叶佳修或是叶启田。 两人交往消息曝光后受到很多阻力,一开始甚至没有人祝福。 叶佳瑜说,当时家里还有债务压力,身旁周遭亲友都觉得女明星应该要嫁给有钱人, 怎么会跟一样是演员的陈宇峰在一起,但因为这样的阻力,让两人更加珍惜对方。 陈宇峰说,当时就听过关于叶佳瑜有后台或是有人包养才能演女主角的闲言碎语。 加上叶佳瑜不会讲台语,却能演女主角,外在条件又那么好,让她的确有些怀疑。 但是真正去了解叶佳瑜之后,才知道她又努力又孝顺。 而两人交往时,因为在同一档戏里面演夫妻,就顺势用剧中的婚纱照当作自己的婚纱照。 之后,陈宇峰开始拍戏,一直到后来在小巨蛋的《爱在四月天》活动现场上, 由名声很旺的基督教牧师为两人证婚,在现场万人的见证下终于完成婚礼。 婚后的她也曾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贪图老婆名气, 陈宇峰让叶佳瑜安心吸引,一肩扛起家计,还感性地对她说, 你是可以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面陪伴我的人。 至于为何当时没办婚宴? 陈宇峰解释,本来想在老大出生后不办,结果叶佳瑜又怀上了老二, 二人的婚姻生活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 婚后的叶佳瑜曾经对陈宇峰《爱改车》这件事直呼头大, 不只不知道老公花了多少钱, 而且每次都至少花半天专程开到云林去处理。 连陈宇峰弟弟都开玩笑地警告叶佳瑜说, 你都不怕他在那边藏了个小的。 对此,叶佳瑜以笑置之,并表示, 我相信自己的老公,他也没那个胆子。 此话一出,媒体们纷纷报道陈佳瑜在家是个妻管言。 叶佳瑜曾经为家庭淡出演艺圈七年, 最近她回归八点档台剧《黄金岁月》, 饰演彩玲一绝。 她透露该绝原是妹妹白佳瑜饰演, 但因白佳瑜当时怀孕, 只好由她代打。 不少眼尖的网友发现叶佳瑜最近变瘦了, 她修认从第一集到现在大约瘦了十公斤。 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看到自己在镜头的样子让她相当有成就感。 在记者会上,叶佳瑜说, 现在该是怀人情的时候。 先前自己拍摄《赋予子》发现怀孕, 也是由妹妹代打。 刚好这次她接到戏约, 也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付出完成这个任务。 而在记者会上, 白佳瑜突然惊喜现身, 一见妹妹出现, 叶佳瑜当场就哭了, 直呼这种感动很像2007年拍摄八点档《爱时》。 她为了演癌症病人替发, 白佳瑜也突然秀出光头陪伴, 直呼真的起鸡皮疙瘩, 超级感动, 足见姐妹情深。 该戏的主题曲《心内只有你》还是叶佳瑜唱的, 她直言自己很久没有为戏唱歌, 所以一拿到月稿就在家狂练习, 只是在家苦练一度受挫, 找不到下歌点。 更近录音室学习时, 心情相当忐忑, 好在录音当天现场有歌唱老师, 边唱边代, 老师还夸赞她是聪明的学生, 一交就会, 还说她的好歌喉会让人感动。 叶佳瑜则称赞老师超专业, 让她很安心把整首歌录制完成。 叶佳瑜之前拍摄时要登台演唱, 她回想起当天还是很感动。 原来当天除了有造型师跟发型师 在她旁边帮她试礼服, 就连同样要拍戏的陈美凤、 王采华及赖慧如 还在后台帮她找视频, 从头到脚都帮她打点好, 让她相当感动。 尤其每一个人对她的登台演出 都给予鼓励, 就连导演也称赞她相当聪明。 能得以在舞台上展现魅力, 让她修认是有大家的爱, 才让拍摄过程相当顺利。 戏中的另一个主角潘百熙 也曾帮助过她许多, 叶家瑜跟潘百熙 在十一年前的《新兵日记》合作过, 但两人对手戏不多, 这一次在黄金岁月中当姐弟, 让叶家瑜很兴奋, 笑说有这么帅的弟弟拍戏都很有动力。 潘百熙还请教过妹妹白家瑜, 演叶家瑜的弟弟该注意什么, 白家瑜拿出经验笑答, 把自己当哥哥就对了。 对于戏外的家庭状况, 叶家瑜表示, 婚后一直在家里当家庭主妇, 其实很享受, 她说可能小孩是天使宝宝, 超级成熟, 尤其都很爱吃她煮的东西。 像丈夫陈宇峰, 如果要点素食餐, 小孩都会说想吃妈妈煮的。 叶家瑜表示自己可能有遗传妈妈的好手艺, 对料理很有天分, 常常煮的美食小孩都会扫盘, 让她累积出成就感, 跟小孩的好感情也会引起丈夫吃醋。 所以这一次付出, 换丈夫在家照顾小孩, 丈夫还说, 要把之前的亲子时光补回来。 叶家瑜从欠债家庭的小女孩, 成长到今天的女明星, 期间经历过的苦难, 我们也是一起回味过了。 虽然靠演艺圈翻身的艺人不止她一个, 但只要是经过自己努力奋斗成功的, 我们都应怀着敬佩之心。 没有几个人能扛住如此大的压力, 从而慢慢成长到令人羡慕的女明星。 希望大家在面对困难时, 也不要退却, 积极寻找出路, 并为之努力, 直至收获自己的幸福。 也祝福叶家瑜女士, 未来能一直幸福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渔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渔记, 敬请关注哦。